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車啦 開門啦 黑衣男左右各抱一個小孩 眼看車子就要被拖走 立刻衝上前 沒想到 太走 小心 不要抱抱 抱著尿布的小小孩 重摔在地下的嚎頭大哭 圓警和家長也都嚇壞了 爭執越來越激烈 他一直在我們幫他推倒 什麼推倒 車子 車子撞誰啊 我跟你講 小孩子在輪子下面 小孩被摔在地上 讓家長相當氣憤 而這名黑衣男 其實就是知名飲料店 幸福堂的陳姓老闆 放送圓警取締為庭 執法過道 那小朋友就掉在這個輪胎下面 那輪胎還是有在動的 而且當時他眼睛已經有流血了 那我先生那時候 也是往後退了一大步 我們就覺得警方就是 可能有些執法不當 他當天晚上還有步 然後晚上也是一直哭鬧 就是睡一睡又起來 陳老闆夫妻倆拿出監視器 控訴今年四月 全甲島新竹一間市場 買完菜之後發現車子被拖掉 和圓警衝突過程中 小孩差點就被車子撵過 事後卻還被提告 妨害公務和傷害罪 男子雙手各抱一名幼童出現 情緒激動且向同仁不斷衝撞 以致同仁跌倒在地 當同仁起身後 更以徒手拉扯同仁並入罵 幸福堂的黑糖珍奶 是店內的招牌 觀光客來台助愛這一位 如今陳姓老闆 卻因為違庭鬧上圓警 讓他無法接受 將對警方提告傷害和執法過盪 雙方將對付公堂